聽到掌聲了,好開心 謝謝 政府不斷的在欺騙我們 他一直說 為什麼我們的勞保年紀會破產 因為你們繳得少 所以你們要領得多 你們當然會破產 其實 真正所得罪 75%都是我們勞工在繳了 對不對 所有高官都是我們納稅人 我們勞工 75%是我們繳的錢 是我們請他們在做事的 那些紀元告訴我們 我們繳的最少 你們會心服嗎 當然是不服對不對 等一下保護好你們的蛋 好好發示一下 好,謝謝 我想我們台灣有七種社會保險 為什麼唯獨我們勞工的保險 政府沒有撥補 以至於造成我們今天要上街頭 今天如果我們勞保 勞保基金政府也有撥補 也有負全部的責任 我們今天也可以像軍公教農民 他們一樣 我們安安心心的在家裡 我們也沒有避免 在這個風車一台的季節走出來 今天就是因為 我們政府 他只拿我們的退休金 拿我們勞保基金 拿我們新制的退休金 去運用 去運用 他是完全不負責任 甚至於還會虧錢 在97年的時候 新制退休金條例 就虧了140多億 這個140多億要我們在座的勞工 你要繳的費力要繳多少 才能達到140幾億 就在他們短短的幾個 監禮委員會裡面 就把它操控掉 這個難道沒有屁樁嗎 難道政府不去查嗎 對不對 而且我們都曉得 98年 勞保年金開始實施到現在 4年多 我剛剛講的4年多 我們的費力 一開始 各位如果不要淡忘的話 我們一開始的 勞保年金沒有實施的時候 我們的費力是6.5% 98年開始實施的時候 是7.5% 先調1% 然後每年 每兩年 第二年 調0.5% 然後每年再調0.5% 以至於到今年101年 已經調到8.5% 然後最終的目標是 最終極的目標是 調到13% 我們第一階段的13% 都還沒有調到 政府現在就在愛公 老婆緊緊要找 要放肩 還要再交 那你當初那些公務人員 那些 勞保年金那些公務人員 通通叫他殺頭 通通叫他欠負自殺 你定這個是什麼 什麼政策 短短的4年 我們的保費 在第一階段的13% 都還沒有達到 你就準備說 一定要崩盤了 那你們是些公務人員 所以就我剛剛講的 我們的公務人員 我們的一些政府高官 他在某些時候 他很聰明 可是他跌多數是笨的 就我剛剛講的 在健保普通保費的時候 他會說 勞工4個月以上 2萬塊的勞工的薪水 你領8萬塊的獎金 你要調2%的普通保費 然後他那些高官 他那些高官 政府高官 他薪水10萬 他領一個半夜 他領15萬 他不用調普通保費 這個時候政府又突然變聰明了 對不對 你今天定的第一個階段 13% 我們是從6.5% 各位 我們一定要搞清楚這一點 在勞寶年金實施之前 我們的費率是6.5% 然後他終結是要計計13% 而我們再到8.5%的時候 他就都要崩盤了 那你今天就我剛剛講的 你今天如果繼續調 我們寶貝繼續調 然後所得繼續減 你之前勞寶基金的運作 你的利益 你的收益每年在虧 我們將叫的福音 叫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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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剛剛講的 97年的時候 我們新市的 新市的財修金 存在勞寶基裡面 他虧了140幾億 140幾億 140幾億 我們這裡要多少人 多少人 多少人 多少人要叫 這裡有140幾億 對不對 你這個政府官員 你本身就要檢討 不是要先檢討我們勞工 我知道 先檢討勞工 檢討要再換軍廣告 四十幾萬的軍廣告 你自己都不用檢討 剛才我說的 總統幫你領雙分 肥貓 他不但是肥貓 還是雙薪 你台北市市長任務 你下任了 你下任 你如果沒有擔任公職 你立領 我們可以接受 你又繼續領 我總統的薪水 又繼續領 台北市長的薪水 退休金 這樣子對嗎 國家在經濟富裕的時候 我們你 我們勞工 我們勞工 我們腳的台灣 百分之七十五的稅金 我們最有資格講他 今天政府官員沒有 包括立法院 我們剛剛經過的立法院 他們沒有立場 他們沒有資格 唯一有資格的 就是我們在座的 我們在場的勞工 因為台灣的稅金 百分之七十五是我們腳的 你今天馬英九 你領了三分的薪水 你領了台北市的市長任 兩任的退休金 你要領我們總統的薪水 我們今天我們在座最有資格講他 你今天國家財政困難的時候 第一個你只能 我第一個要求你只能領一分薪水 你憑什麼領兩分薪水 國家財政都困難了 你還領兩分薪水 大家八三三到四 一隻老人 一隻財政就領不上 你說領鄉文 每年的那個 去年的那個存款還說不少 這樣就這樣 這樣叫我們勞工怎麼孵得下這個心 好 超越的的朋友們